台股達人秀 投資朋友歡迎收看台股達人秀 南米投資一起變達人我秀婷浩 歡迎今天我們的雨潭來賓 總經參加蕭光澤蕭老師在我們現場 好好好 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忍不住想要問一下蕭老師 因為上禮拜台北股市開紅盤 周漲點我記得是600多點 那昨天一天就跌了300多點回來 那我們也很清楚台北股市 目前至少在電子股上的衝擊是比較大的 你看上禮拜大部分的買超幅度 大概都是集中在一些傳產金融身上 那電子股在第一季還會是一個當道的主題嗎 這個是我們大家有探討的第一個主題 第二個主題跟國際股市就有些聯動了 我們知道禮拜五的時候美國股市重跌 尤其是費城半導體指數 那很大的原因是來自於烏厄之間的衝突 導致了關鍵的半導體的金屬元素 無法在未來到達美國的這個晶片的大廠 那這個擔憂有可能成為事實嗎 至少在台北股市來看 似乎半導體族群近期的表現不是特別的優渥 所以我想先從大盤的角度來跟蕭老師做一些探討 我們知道即使台北股市在昨天重跌 可是從基期從均線角度來看 台股目前是比歐美股市還要來的強勁 那就有兩種思考點了 到底目前台北股市是強者很強這樣角度來看待 還是它具有一個補跌的效果呢 校舍觀眾 我想在整個全球金融市場它是聯動性的 因為資金無領域嘛 就是說美國的資金也可以投資台股 那台灣的資金也可以去投資美股 所以它是一個比較全球聯動性的一個市場 所以不會有說全球股市在跌 台股不跌這樣的一個狀況 就是說我們如果說以現在這個環境 那大家要去評估哪一個市場風險比較高 那可能就從那個市場的資金會先撤退 如果風險相對比較低那 那可能撤退的時間會晚一點 大概就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台股風險比較低囉 如果說以這個市場的平均本益比來看 台股跟美股比較起來當然就低很多 就是市場的平均本益比 那就是關係到整個目前市場的利率 如果說利率持續的一個走升 我們知道這個十年級公債值率已經突破2%了 那突破2% 那如果說以這個美股的本益比換算成它的股息 這個現金報處理來看 它幾乎已經低於十年級公債值率 所以它的壓力就會比較大 那台股呢 台股現在的這個市場平均本益比 如果說換算成現金值率還是高於這個十年級公債值率 所以那個資金撤退的一個壓力就會比較小一點 大概就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不過這個思考點我一直覺得很有趣 因為我們知道美國股市的股息的配發的慣性 本來比例就來得比較低 有時候我們到底去思考一個股市 能否表現得相對於國債來得更為優配 感覺好像從殖利率上很好著手 可是從投資報酬率來看的話 美國股市在過去幾年其實是 討論台北股市的 那我們要怎麼來判斷 這個就所謂的市場的多頭跟空頭的一個分別 如果是在一個多頭市場呢 就是市場資金充裕嘛 大家會去追求一個高成長性 追求一個高成長性 那在追求高成長性的過程 對於這個所謂的本益比 這個現金的回報率 就比較不會去考慮 因為在多頭的一個狀況之下 大家在追求這個所謂的成長性嘛 那他就會把盡量資金會盡量往這個 大部分的會去追求比較高成長的企業 那高成長企業就代表就是說未來 雖然現在獲利狀況沒有很好 但未來他會持續的往上不斷的升高 去追求那個所謂的成長性 那但是如果說現在市場資金沒有那麼充裕了 那大家會比較考慮安全性的狀況之下 那這個本益比的一個重點就會開始浮上台面 所以現在是往安全性來做傳導 我終於理解了也就是說我們現在所看到 美國股市在過去一兩年的牛市當中 尤其科技股十分的強勁 但是現在它的回檔幅度往往也是最大的 而且比台北股市還要來的大的很多對不對 對這就是市場的氛圍嘛 因為在之前可能在一個多頭的環境之下 大家在追求這個所謂的成長性 就會造成很多股票的飆漲 那但是到這個階段 我們知道在今年FED的態度就是它升息要縮表 資金要開始收縮 那資金開始收縮也就代表牛市它沒有辦法延續了 牛市沒有辦法延續 大家就比較不太敢再去追求那個所謂的未來的成長性 因為未來的成長性隨著資金的收縮 市場的一個整個大環境的改變可能 現在在成長的未來不一定會成長 所以這個追求成長性的這個動能就減弱 那反過來如果說現在市場開始要收縮 會不會市場會從牛市轉為熊市 這個疑慮就出來 那當這個疑慮出來 大家就會開始去追求審視一下安全性 我看一下現在的這些股票的波威 這個安全性高不高 不能夠只是光追求成長 因為成長已經開始出現變數 那就會開始審視現在的實際的投資價值就是 所謂的本益比這種安全性的一個考量就會出現 那這樣子就有趣了 就是說如果我們從納指綜合的線圖來做觀察的話 其實納指它也算是部分的反映這種緊縮政策 所造成高本益比高成長股的估值的下修 那下修到現在這個區間 薛老師你認為是差不多有一個底一個大概嗎 還是說目前仍然有持續下修的可能性 我想如果說以這個型態來看 它就是一個反轉型態很明確 但是因為這個所謂的美國的升息縮表 以現在大概2月中 大概3月中才會正式做啟動 下一次的聯準會會議 所以如果說以現在還沒有迫切的急切性 當這個股市一波的一個大跌 它會造成的就是大家在嘴砍的醫院可能就不高 那另外的話如果說還持續的看好股市 這種比較投機性的資金 或許認為跌這麼多的我經常去搶一個反彈 或有一個反彈的空間利潤 就會造成在這裡一段跌勢之後 它會開始震盪 多空的力道會開始在這裡出現一個對抗震盪的狀況 但是我們很明顯看到 在其實過年過完年這一段期間 它彈上去到那個頭部頸線的壓力 為什麼沒有辦法再往上走 因為你跌多的時候大家可捨不得賣 但是你彈起來了 彈起來想要逢高賣的賣壓又會出來 所以如果說以這樣的狀況 它有可能會在這個區間稍微做震盪 然後如果正式的開始資金開始收縮 開始升息開始縮表 那整個市場的賣壓就會更重 它就有可能會再往下破 也就是說短期上來看 的確還有反彈的可能性 可是從中長期來看的話 還是要看聯準會整體縮表的進度和影響 可是我們拉回來看一下台北股市 似乎跟納指綜合是完全兩個不同的世界 剛才也講到 因為台北股市本益比比較來的低 所以受到比較這種安全性資產的青睞 那我就好奇了 那如果美股聯準會後續的縮表行為 升息行為後續產生之後 這種看起來比較保本 比較防禦性的市場 它會跟著往下補跌嗎 我想跟著往下走是一個必然 因為我們用一個很簡單的邏輯 這邊所謂的一個上升線型 大家看這個圖 那所謂上升線型就是它的形態上還是偏多 我們看到高點不斷墊高 低點也不斷往上墊 所以它是一個往上走的一個洩行的形態 底底高 那這個洩行型態我們主要看的是下方的成交量 下方成交代表的是市場的資金動能 其實市場的資金動能是持續在減退的 那大家就想 為什麼會走出這個形態 就是因為過去股市漲了14年 大家對於這個多頭的慣性的思想還是存在 那但是如果說 以這種多頭慣性的思想存在 那為什麼創新高之後都沒有漲上去 它反而往下落 它代表的是 即使在這個階段 就是市場的投資人還是很樂觀 還是習慣過去十幾年這種股市 慣性的上漲 這個觀念沒有改 樂觀的情緒也沒有結束 但是為什麼沒有漲上去 就是因為它實際上動能不足 實際上動能不足 以這種動能不足的狀況 那行情當然不可能漲上去 那但是就是 在這種投資人的一個樂觀的預期 這種樂觀的一個習性 改變之前 它也不太容易反轉下落 所以它就會形成這種所謂的上升蟹型 那就技術面來看 上升蟹型它不是一個多頭型態 如果是多頭型態 那伴隨的下方應該是成家人擴增 那創新高應該就漲上去 創新高應該就漲上去 而現在這個狀況就是 雖然大家很樂觀 那預期的一個 這個 所謂的多方的心態也很濃烈 但是畢竟 畢竟就是沒有這個往上漲的動能 所以這樣的狀況呢 當一創新高就有人大賣股票 當一創新高就有人大賣股票 所以形成這種上升蟹型 那上升蟹型 就技術面來看 它是一個誘多型態 是過去的 過去這種誘多型態 是在一個下跌過程的反彈整理 會呈現這樣的狀況 那這種形態一旦結束 它是要往下落的 只是說在今年 在最近這一段 它是發生在頭部 這個頭部是 出現這種上升蟹型 是過去沒有過 這是第一次 那所以 可能大家會認為 那會不會它還是一個多方整理 那很簡單嘛 就是說這個整理結束不是往上走 這種形態結束不是往上走 就是往下走 也就是突破這個上升蟹型的時候 基本上就認定 如果說我們以多方的型態來看 這個整理型態結束 那多方是要往上走嘛 對 往上走就是下面的成交量 要開始出現多方的成交量 要開始出現擴增 好那我們要去評估 接下來就是 美國要開始升息 不是美國全球都在升息 大家都在縮表 那市場的資金在今年 是要往下收縮的 不是要往上去增長 所以要怎麼讓這個型態整理之後 看到成交量往上去做突破 往上去做增長 讓它往上突破 這個機率就不高 難度不高 那這個機率不高 那如果資金是持續往下走 這個型態整理完之後 它就是要往下落嘛 OK 所以整個大方向大概 都有一些掌握了 不過如果從產業面來做思考的話 我也覺得有趣的跡象 因為最近 二線的金元代工廠 其實跌幅都蠻凶的 一開始從聯電的法收會上 釋出利空 後來 這個投行的大報告 大多數的報告當中 也提到了在2023年 明顯的金元代工的 供給大於需求的 整體供應鏈的反轉 所以現在這個時間點 如果 如果 真如小老師所說的 這個股市有了一定程度的回檔之後 我們剔除叫台積電好了 先來探討一下 二線的這些金元代工廠 它未來還有佈局的可能性嗎 我的觀點 大概今年上半年整個 這個所謂的成熟製程 大概就是到了高點 那聯電它本身的說法 是大概明年2023年會功過於求 但是我的看法會提早 大概下半年整個成熟製程 功過於求的狀況就會出來 這麼快 那股價通常會先反應半年 所以你就看到在這個月 聯電的股價已經開始翻轉 再往下落了 那之所以我會認為 在今年下半年就會開始 有一個成熟製程功過於求 其實你從媒體的消息也看到 下半年整個 汽車晶片短缺的問題就解決 大家很明顯告訴我們 就是在整個供給吃緊的狀況 在下半年就不見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 疫情對於這個 這個晶片製造 這個晶片需求 所突發出來的這種 疫情所造成額外的需求 隨著疫情的大化 大概這一片的 這方面的需求就降下來 那降下來之後呢 因為產能還在增加 所以有可能在成熟製程 在下半年就會開始出現一個 功過於求的狀況會提早 那整體整個 整個晶圓製造 功過於求大概明年就會 不管是高階製程 不管是成熟製程 明年大概全面性的一個 功過於求的狀況 就會很明顯的出現 我很好奇喔 這種功過於求 是百分之百的利空訊息嗎 因為我在過去半年當中 不斷的聽到這種 這些二線廠商 已經陸續的簽長約 長約當時我們視為 是對於晶片價格的保護 在這種狀態底下 報價的下滑 還有可能會在短期內 直接衝擊到這些二線廠商嗎 如果說以報價的下滑 當這個功過於求的狀況出來 價格報價非常會往下掉 因為大家要搶訂單 要搶訂單 搶訂單的狀況就是 我要把我的價格往下爆 才搶得到訂單 那它會形成一個循環 就是你報低 讓我報更低 大家搶訂單 這個就是在功過於求的狀況之下 會出現的 那當然這個也會反映在股價上 只是說我們來看 在目前整個晶圓代工的版圖 我們分成三塊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 台積電跟三星在拼的 這個所謂的新興製程 5奈米、3奈米 現在台積電進展到2奈米 那另外的話 高級製程就是 就是7奈米到12奈米 那成熟製程就是 所謂的14奈米以上 那在新興製程方面 主要現在在競爭台積電跟三星 台積電已經跨到了3奈米 已經開始有量產的狀況 那三星也在往3奈米再走 台積電今年又往2奈米去就挺進 那高階製程方面 就是台積電、三星跟英特爾 英特爾也大概7奈米以上的製程也都很成熟 成熟奈米就是所謂的 英特爾、聯電、德羅方格 還有中興高塔世界 還有利基 就是台灣這幾家 那在昨天傳出 就是英特爾打算要併下 這個所謂以色列的高塔 要20億美元把它做一個吞併 那這些我想 一個很大的一個轉折 會在明年就會發生 就是原本這個所謂晶圓代工 它是一個專業化的一個製造領域 就是說這個所謂晶圓製造 你要去投資一個晶圓廠 需要很大量的資本支出 那在過去整個晶圓製造 全球領先的就是台積電 那台積電呢 大家如果說沒有什麼關係 我們要給台積電做的話 因為它的製程比較先進 那它現在的產能規模也很大 那我們就全部全世界都交給台積電去做 所以就造成台積電獨霸的一個狀況 那這兩年整個包括像 美國跟中國在競爭世界第一 在競爭世界第一 所以在軍備的競爭上相當的激烈 那最近新的一些這個軍備的產能 其實很大的一個關鍵 就是所謂來自晶片 不管是飛彈 不管是飛機 不管是所謂的戰艦 還是所謂的這個裝甲坦克車 他們的一個關鍵的元素 都是在於這個晶片 如果說晶片被受到控制 它可能國防就貪了 可能國防就貪了 那這樣的一個狀況 從去年開始 美國又開始重新扶植英特爾 為什麼 因為它覺得不能夠把這些關鍵晶片 交給台積電去做代工 它必須要扶植它國內的一個製造 像中國在去年也是大規模大力大量的資金 還有人員投注在中心 為什麼 因為他們也要開始尋求一個晶片的一個自治能力 這個都是關係到這兩牆 那包括歐洲現在也開始要扶植一個晶片的一個自主能力 自主製造的一個能力 所以我想到明年的整個這個所謂的晶圓 它就不是一個純粹的大家商業的考量 做一個就是哪邊便宜哪邊做的好就給哪邊做 所以整個台積電在晶圓製造獨霸的局面 在明年大概就改觀了 明年整個全球大概會增加29座的晶圓產 那這些呢他們難道不考慮增加這麼多的產能 那明年需求沒有那麼大的一個增長 那一定是供過於求嘛 也就是說台積電在成熟製程上 相關的領域肯定會受到衝擊 但是先進製程也會受到衝擊嗎 因為台積電在先進製程的營收來源是越來越龐大 好我們看到剛剛那個這個三三接 在先進製程台積電一定是保持領先 那它的競爭對手就是三星嘛 看三星追的一個速度 那其他的呢包括高階製程 台積電大概就會慢慢的 市場會受到瓜分 除了說台積電啦 英特爾他們因為 包括三星啦包括英特爾 那包括中芯也有可能在明年 開始推進到高階製程 好就是整個半導體 它開始進入到一個 全球競爭的一個狀態 它不再是過去 大家反正我就放給台積電去做就好 因為卡到一個 所謂的這個 國防自主 國防安全的一個 國家安全的問題 它已經進入到全球的一個競爭狀態 好那這次我就來聊一下指標股了 如果聯電它作為成熟製程的代表的話 兩個問題 第一它的股價今年是不是已經進高階 二它往下跌 跌升了可不可以來做一些實體的建設 就是從整個大環境來看 那剛剛談到的 聯電不可能跨到先進製程 對 它連高階製程都還有滿大的距離 它就是穩守在這個所謂成熟製程 那純熟製程呢 當這個產能過剩 競爭最激烈的一定就是在成熟製程 因為它是所有人都可以做 連台積電也可以做啊 台積電現在產能滿載 它除了先進高階成熟製程 它也都在做 到目前為止它也都在做 所以競爭最激烈一定在成熟製程 其次那是高階製程 那競爭最少就是在先進製程 那它一旦產能過剩 成熟製程它的這個功過於求的狀況 一定是最嚴重 所以連電我的看法 它的高點已經出現了 我們看在這兩年 它的股價從十幾塊 這個一路往上去做飆漲 其實主要是來自於疫情所造成 疫情呢 對於這個科技產品 市場的需求 因為疫情的一個關係 大量的一個額外的增加 那增加出來之後呢 再加上一些產品的科技化 包括像汽車的科技化 那個晶片的需求就會增加很多 那這個我想這樣的一個需求 隨著疫情的開始 影響開始下降 疫情所造成出來的額外的需求 大概就會消失 那如果說產能不變呢 但是需求開始因為疫情的淡化 影響開始大化 那需求開始往下降的話 有可能在下半年成熟制程的 公過預求的狀況就會出來 等於中長期的建倉 要稍微小心一點呢 但是如果短期內 連電我已經被套牢的話 短期內我是有一個解套的反彈的可能性嗎 短期啦 如果說它有反彈 來到這個空方缺口的下緣 它大概就是一個 因為整個頭部型態的頸線壓力就在這裡 所以如果說你有套牢的反彈到今天那個位置 我是認為應該要慢 因為一旦這個過去兩年的熔景結束 那明年又嚴重公過預求的狀況出來 它有可能會回到原先的一個起降位置 就是整個產業又回到疫情之前的常態化的一個狀況 有可能再出現 成熟制程要稍微小心一下 但是我們看一下台積電 因為台積電最近有趣的一件事情 是我們知道過去一年 最看衰台積電其實就是大摩 大摩當時把台積電的目標價定在580塊 但近期大摩仍然把台積電的目標價開始有所抬升 提升到780塊了 所以我們在中長期或者從短期的角度 台積電的股價過去已經盤整了一年 那今年整個行情我們要如何做期待呢 假設它的確也會受到部分的產業衝擊 那麼我們給它的預估的目標價 應該要怎麼看比較合理 其實台積電就今年的狀況來看 應該還是會維持不錯 畢竟在新興製程它目前三星要追上它 可能還需要一些時間 高階製程方面 那今年大概問題也不大 下半年會有問題在成熟製程 但是如果說就基本面狀況來看的話 今年沒有問題沒有錯 但是以台積電的目前的價位 你去算一下它今年的所謂的股息殖利率 其實已經低於10年級共產殖利率 那如果當10年級共產殖利率 持續的往上走 那台積電它所面臨的價格壓力 股價的壓力就會越來越大 老師你這樣講我就有趣了 就是說如果 因為台積電是台北股市的一個代表性的全殖股 那我們知道台北股市 從國際股市的角度來看 它的殖利率是偏高 可能也是近期比較受到吹捧的主因 但是一個台北股市當中最大的全殖股 它的股息殖利率居然低於10年級公債殖利率 這我們要怎麼做理解 台積電它到底對外資來講 是一個可以安穩領息的地方 還是它已經變成成長股了 台積電其實它已經不具這個所謂的股息殖利率的吸引力 因為如果說我們以這個退休基金來看好了 他們現在你去考量我們買台積電去領那個股息 比這個10年級公債殖利還低 那絕對不划算 畢竟台積電股價會有波動 那你買這個公債 它是一個固定配息 而且公債價格的波動比較不大 所以你現在如果說 台積電的這個股息殖利已經低於10年級公債殖利 它就會對這種保守資金的買盤的吸引度就會降下來 大家就比較不願意去買台積電 所以就會造成它的股價很難再往上走 這個是由今年來看 但是大家想到的是明年 明年整個全球晶圓製造的這個狀況會出現大改變 就是美國要開始自己去生產 中國要開始自己去生產 連歐洲都想自己去生產 也就是台積電這種獨霸的局面 大概到明年過後就永遠不會存在 永遠是永遠不會存在 不是說明年稍微不存在 那以後還是會存在 因為這個趨勢的發展已經出現了變化 晶圓製造趨勢的發展已經出現了變化 就是根捷的問題就是 大家都不希望這個所謂的國防安全受到一個影響 因為整個軍事的發展 這個晶片已經成為一個很大的一個重點 關鍵因素 好 那我剛剛談到為什麼在 連電在這個月就已經開始往下漏 因為下半年它可能整個經濟 它的一個產業的趨勢要出現反差 出現公貨欲求 那台積電明年大概要出現公貨欲求了 所以如果說台積電在今年上半年 因為公債殖利率往上走 它沒有辦法往上漲的話 那下半年的股價壓力就會更大 下半年的股價壓力就會更大 我們知道今年台積電可能還會產能滿載 但是它的產能滿載是來自於哪裡 是包括先進製程、高階製程 跟成熟製程把它的產能塞滿 但是接下來呢 下半年可能成熟製程 它會受到這一些其他的 包括聯電、利基電 還有像英特爾還有像 中國的中心開始搶單 開始剎價搶單 它可能在成熟製程方面的訂單 就會往下掉 可能就沒有那麼多了 那明年高階製程 三星也要搶、英特爾也要搶 那可能在明年高階製程的訂單 有些很少 就會開始往下 那你要去想 就算台積電明年推進到二奈米 先進製程再往上去推進 它能夠只用先進製程的訂單 把它的產能全部補滿嗎 這是不可能嗎 因為它今年要超過一兆的資本支付 也這代表它明年這個經驗廠 要出來很多產能要擴大很多 所以如果說以明年來看 台積電可以獨佔的先進製程 是不可能把它接下來的產能去做塞滿的 所以它的產能力就會往下降 所以整個事況來看 明年你要再看到台積電這種榮景 大概就很難 所以我是認為今年上半年 如果台積電還有六百塊以上的一個高位 是應該要尋求站在賣放 OK 了解了 那其實我們今天從聯電和台積電 其實分別算是從 微觀角度和宏觀角度來思考 微觀角度是產業面上 成熟製程的立即性的衝擊 宏觀角度是整個景氣周期 以及聯準會的緊縮政策 本身景氣可能就有一些 見頂下彎的一些風險 當然我常常認同蝦老師所講的 有時候你看蝦老師今天講的這波論述 跟大多數分析師都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這代表什麼事情 有時候我們跳脫 在個股在產業上的思維 用宏觀的角度就可以理解一件事情 經濟總有周期 我常跟投資朋友分享一句話 人類的物質文明雖然不斷在進步 但是人類的精神文明 從來沒有變過 歷史就是會不斷的重演 有泡沫也會有泡沫破裂的時候 有景氣的上行周期 也會有下行周期 不是看壞未來全球的市場 而是我們就要在這個周期當中 尋找自己符合在哪一個點位身上 當然蝦老師有更多的想法 大家有更多的問題 想要跟蝦老師來做一些請教的話 也可以大家 歡迎各位可以加入蝦老師的Telegram 以及Lineat 或者本身有一些個股上的一些問題 產業上的問題 宏觀上的一些見解 只要尋求蝦老師的幫助的話 也歡迎各位可以多多利用這些工具 提供給觀眾朋友啦 投資朋友如果喜歡我們今晚的節目 記得幫我們訂閱按讚加分享喔 我們就下期再相見啦 掰掰